早一陣子突然有人興起討論這條題目 在我什麼都還沒說之前 首先給大家五秒時間 計算一下這條的答案是多少 OK 時間到了 這一條我們一開始有 6除以2 1加2 然後就有 6除以2 3 有6除以6 然後有1 如果計算到1的話 恭喜你 你已經成為了 有一半的人選擇這個答案 那為什麼只有一半呢 值得珍硬的地方就是這裡 第二步 一看到這條題目 有些人就說 先乘除後加減 沒錯 先乘除後加減 那看到括弧的 我們要做的優先次序是高於其他的 那這一步 我想大家沒有意義的 先做了1加2 然後出3 最後問題就是這一步 我們是不是 看到括弧的要做先呢 看到括弧要做先 我們一直學的是括弧入面 即是1加2 怎樣去到的3 而括弧外面 我們一直都沒有說過 究竟應該要怎樣做的 所以我們就因此而衍生了第二種解讀方法 在這裡有6除以2 那這個是乘數來的 我們看到括弧好像代數一樣 乘數 那你就把它變成乘3 我寫過乘3之後 開始的東西都出來了 那做誰先都沒有問題的 那6除以2 就是3 3乘以3 那我們就會得9 那如果計到9的朋友 恭喜你又成為了另外一半人 得到9的這個答案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如果我將這一部分 寫作分數的話 我相信大家就會非常明白 前面的這一條 它的解讀方法是 6除以2 1加2 而後面的這一種解讀方法呢 就會是 6除以2 1加2 那你說為什麼一條數 又會有兩個答案 這麼神奇的呢 那究竟 哪一種答案才是對的呢 那如果你說問我 而這種情況 又是測驗考試出現了的話呢 我是改捲那個呢 我就會說 兩個呢 都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第一 這個題目呢 本身就有令人混淆的地方 而它出題 本身 本身 出這條題目 它就是想 trigger 我現在跟大家討論的這個問題 究竟 這個應該是 哪個成先 哪個成後呢 即是 Operation的次序 究竟應該是怎樣排呢 那既然有這種爭拗的地方 那基於我現在的立場呢 我就會說 有一條 有問題 的 事件出現的問題 就是 它本身出題者 出這條問題 有問題的話呢 那疑點利益呢 是歸於做題的人 也就是學生 或者 正在回答這條題目的 大家 那既然是這樣呢 那我就會 兩者 我都會批起它 對的 那其實這一條呢 就是一條 舊的題目 它其實就是 翻炒冷飯 翻炒一條 人家之前已經 都有擺上桌討論過的 就是現在戰爪劃的 這一條 48除以2 然後9加3 就是不要說你啦 是不是 連計數機都會計錯啦 是不是 那所以 我之前說過 我是會批兩個都對的 就因為連計數機都計錯 而且現在這一條題目 進化已經成為了一條 可以 怎樣說呢 可以讓你 驗算清楚 你那部計數機 那個運算準則 究竟是怎樣 就是究竟看到這些 豁胡的人 他究竟是 成了先 還是 當他好像普通一堆數 繼續成